大家好,歡迎回來實測系列 平時去旅行,不知人都喜歡逛逛 如果在香港Staycation都要做到這個效果的話 就一定要入住諾富特東回城酒店 Novotel City Gate, Hong Kong 經由商場一直逛 直到見到諾富特的Logo時下電梯 就會見到酒店的大堂 雖然酒店是在Outlet的邊緣位 走來走去其實有點遠 但就勝在可以隨時下去逛街 亦有很多餐廳和飲品店 一天下來絕對可以安排到非常豐富的行程 不說那麼多了,我們馬上去看看房間 今次我們入住的是最基本的Stand-up room 從平面和可以見到 門間房基本上的大小都是一模一樣的 真的非常Standard的 入到去,差不多一眼可以看完 空間其實不算多 但亦不會覺得很重的壓迫感 可能因為它將浴室造成半開放的形式 中間用一個矮櫃和玻璃去分甲 留下更多的通道位置 令人感覺空間感比較大 這個房間除了雙人床之外 亦可以選擇雙床房 但就不要期望單人床會很闊 最多都是睡一個人而已 一天門口會有一個衣櫃 有燙生板、燙豆和衣架 迷你巴和雪櫃在中間的矮櫃中 多數都是收費的零食或飲品 免費提供的茶包只有一兩包 相對來說就比較少 打開窗簾是落地玻璃窗 而且中間是沒有橫樑的 景色其實真的無遮無掩 不過很可惜我們沒有分配到海景房 否則還可以見到攔車 我們對著後山和城市景 都是有一段距離 不會迫在一起 覺得好壓迫 算是有一點風景看看吧 不過窗戶的污漬比較多 建議大家不要貼得太賣 剛才提到浴室的部分是半開放式的 不過不用擔心 洗手間和臨浴間的私隱度 一樣有保證的 分開還有兩邊 玻璃門完全不透色 甚至有些物幣的感覺 臨浴間乾濕分離 空間充足 但洗手間就真的好窄 加上黑黑暗暗的 這樣可能以物幣恐懼性化作 對比起來 外面用開放式設計的鋸鋸鋸空間 就意外地寬敞 浴室用品來自鮑拉圭 主打是公平貿易材料製成的 包括基本的牙刷 浴帽 木曜用品等等 另外還有兩支水 全部都是免費享用的 說回整體環境 其實可以用分暗兩個字來形容的 特別之貼切 被人過份沉浸的感覺 又看不出甚麼特別的設計 而且它的設備也感覺挺陳舊 例如燈的開關反應很慢 電視機還要在LCD款式 畫質的感人程度自然不在話下 大家有機會可以按照一下 總括來說 酒店歲月的痕跡比較深厚 絕對不適合追求一些很新正 或者期望令人眼前一亮的朋友 讓我們順便和大家介紹酒店設施 游泳池和健身室都是位於三樓 出升降機 左手邊就是健身室 如果開放的話會有人數限制 地方雖然都算大 但器材不是很多 除了跑步機之外都比較疏落 雖然落地玻璃就有來採光 但景色對著外面的泳池 其實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景色 陽光大的時候反而可能會好曬 如果你出升降機後推門去到室外 就會見到游泳池 我們入住的時候 泳池仍然在關閉中 看下去空間都挺大 不過因為在室外 太熱、下雨 或者像今天這樣刮大風的話 其實都不適合游泳 很受天氣影響 加上其實並沒有甚麼風景可以看 只有幾棵樹和太陽燈 讓你有湧度的感覺 如果你走樓梯去到上面的平台 會有一個同樣很大的空間 有整排的太陽燈 可以曬太陽 符合下面的游泳池 大家可以見到平台水池的水 是會一直流到游泳池 不過妖怪可能沒有開放游泳池 水流很弱、乾糖 相信如果是正常時刻 會更加壯觀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會一口氣 介紹套票便包含的餐飲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